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出来办点事 因为呢过两天要到吉隆坡去了 所以呢今天出来办点事情 事情办完了 这天气啊多少有点热 热得我哈都快要中暑了 所以呢现在我要去吃一碗冰的降一降稳 来随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这碗节俗圣品呢可以说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民美食机哈 看到有满满的这个冰花哈 还有加了一点这个椰浆 椰奶哈 椰奶里面呢还有那个黑糖 这个绿色一条条像虫子这样呢 就是用了糯米粉加上那个斑兰叶的汁哈 然后呢以那种割大汤的制作方式呢 慢慢的露出来的一条一条 里面呢还有这种大红豆哈 简简单单的一碗 却是节俗圣品哦 来先来品尝一下哈 好甜哦 紧接下来呢就是透心凉 结实 除了甜度还有那个透心凉的凉度之外呢 可能吃出来这个那个椰香味哈 特别特别的浓郁 就是这个汤汁哈 汤汁的椰香味 还有这个黑糖的味道 特别特别的香 特别的会很浓郁 所以一条一条像虫子这样的绿色的哈 就是真多了 马来名字哈 叫做Chando 现在来品尝一下 非常的香 还有一个斑兰叶的味道 确实非常非常浓郁 你们有可能不知道哈 斑兰的味道 到底是怎样子的 还有点像那个香草 就是碗尼兰那种味道 可是呢又没有碗尼兰那种香草味道 那种浓郁哈 淡淡的香草的味道 红豆的口感呢 也是软软糯糯的哈 那个呢 大家也知道哈 可是呢这个热量哈 多少有点高 这一碗下去呢 少说都有350到450 那大卡 等于是说吃了一餐 因为那个椰奶啊 黑糖啊 这些哈 都是属于高热量的食品 这天气啊实在是太热了 我又点多一碗这个原味的哈 那原味的呢就是少了那个红豆 其实呢里面呢也差不多 真的是透心凉 好了 吃了两碗这个透心凉的蒸多冰 该回家做饭去了 其实价格也不贵哈 那个原味的1块6 加红豆的1块8 一共是3块4毛钱 折合人民币呢 也就大概5块5毛钱人民币吧 准备下去